金星生日当天发博,感谢网友的祝福,佩图不是金星的单人照片,而是老公汉斯送她的生日礼物,衣服两人油画,乍一看觉得没毛病,油画中两人虽然没有靠在一起,但汉斯像守护者一样站在金星身后也很甜蜜,不得不说,老夫老妻秀恩爱的发表。 金星是果然与众不同,但仔细瞅瞅,金星文中订婚这两个字,把我给受孕了,金星和汉斯不是2005年就结婚了吗?确实,他们两人结过婚,但也离过婚,而且金星和汉斯处于离婚状态已经12年了,但金星离婚的原因不是口血的感情破裂,性格不合,而是为了孩子,金星的三个孩子都是领养的。 但因为汉斯不是中国人,所以只能走过继续养症的流程,但金星一心想着要让孩子们入中国籍,所以就选择假离婚,让孩子们先落户。 现在三个孩子的户口问题都解决了,金星也算是松了一口气,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和汉斯复婚。 金星语气里是开心的,不过他和汉斯的相处,却只能用相爱丹沙来形容。 在激素前景里两夫妻完全是魔鬼和天使的存在。 金星性格急躁,一个不顺心就是哦,还在节目上不留情面,得吐槽汉斯笨,而汉斯性格温顺,又耐心。 他能够理解金星在节目里的心情,一切都是因为老婆的敬业,就算有的时候觉得没面子,但汉斯还是很享受和金星在一起的时光。 不过,打事情冒事案,真心嫌弃贤嫌弃,但也直言两人性格很互补,自己的脾气正好需要汉斯的脾气来中和,还在节目上表白汉斯台咖啡,说自己多的都不喝。 只喝汉斯做的,因为里面装的都是爱,金星老师这段位可真高,不动声色的就撒了一把咖啡喂的狗粮,除了在节目上秀了爱,金星老师的微博里,也总有汉斯的身影。 他们两人的相遇本身就很浪漫,而现在的生活因为陪伴变得更加美满,听说两人的婚礼在八月中旬举办,但金星老师在八月次日,就进入休假模式了。 这场持了十二年的婚礼,不仅金星和汉斯很迫切,吃瓜群众也很期待了。